我现在在干嘛 我现在就在打你汪小飞这里 你的子虚乌有 好好的吞下去 先来个前情提要 自身勾在各司期 po了汪小飞在KTV的 隆秘照 没想到汪小飞不止不认 还扬言要提告 连同先前和张颖的野餐照 也一概否认直呼子虚乌有 最强勾在不是叫假的 直接印起来 透光三张照片 对 枪还是得打 只是中了几颗子弹而已 这画面我觉得真的是挺闲思的 真的是太闲思了 亲成这个样子 拥抱成这个样子 手都整个 手都整个塞进去了 小飞 就是这几张图 够不够清楚 你不明白 这个算不算出轨 这个到底算不算出轨 第二张 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吧 这一次我就没有把后面全都打麻了 这张画面大家可以很明显看到 汪小飞是直接倒卧在沙巴下面 而且他就直接在这个女孩子上身上依偎着 他在一边拿着雪茄 一边打着打着手机 你们知道这房子是哪里吗 就是他当时跟大S的新婚房 小飞 很常把女孩子带回家 都在大S不在的新婚房 这张画面 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汪小飞就直接把这个女孩子给露抱住了 而且他就依靠在沙发的边边坐着 那这位女孩子当时眼睛是闭起来的 干嘛 大家可想而知 这个下个动作是什么 就是亲吻 这个时候一亲到脸 再下去就亲嘴 我唯一妥协一件事情 我不瞒告诉大家 我说有五个人的照片 汪小飞告诉我说 能不能三人就好 我听听 好吧 反正我只是要证明说外面有 其他女孩子 三人OK啊 结果王小飞马上讲了 两人好了吧 两人你再给我讨笑还假 我跟你讲 我电话直接挂掉了 我就跟他讲 我直接直接给我挂掉了 没什么好说的 我今天能接你电话 你还要跟我讨笑还假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也不做小人 那王小飞 有特别跟我交代 你曝光 没要紧 但是 请你保护那些无辜的女孩子 可是其实也特别播放了一段 他和汪小飞的对话录音 你知道今天整个下午大S被你烧到 说是大S请人过来找我拍您的 太老紧 他不是他不然的人 对 被拍了什么 其实我说 在晚上9点直播之前 汪小飞不仅撤了骂狗仔 自虚乌有的文 也删了黑大S的文章 并且PO出向大S 还有前丈母娘S妈的道歉文 还强调自己 错了就要认 但她的婚外情也扯出了案外案 当时大S怀胎已经有9个月了 大家听好了 9个月了 再一个月就要生了 当时就为了产检小小的一个问题 两个人发生了口角 当时发生口角的时候 妹妹在旁边 小S就直接出来全家 你不应该欺负姐姐 因为她有孕再生 结果小S这么一出来的时候啊 汪小飞进来对小S动手了 这一推把小S推倒到地上 当时把小S推倒到地上之后呢 大S要保护妹妹啦 就说汪小飞 你不可以这样子 你必须要跟我妹妹道歉 这个口气就蛮像 是大S 你必须要跟我妹妹道歉 一上来啊 这个脖子比印度神游抹过都还硬啊 不到现在不现在 当时做了什么事 她一手也把我们的大S 怀胎9个月的大S推倒到地上 哇 哇 不得了啦 这个时候推倒到地上的话 如果不小心的话 可能 可能你们大家知道后果了吧 行 当时谁出现了 就是在旁边的黑人 黑人当时呢 见状就直接冲出来 马上给汪小飞一记 这一记呢是推 是一拳不可靠 因为今天事情没有理清 那我也不做任何的辩解 旁边还有范范范小 范范在旁边就大叫 她就只能大叫她们干嘛 我一天夜里 关于其委屈啊 随后立刻发文向黑人郑重道歉 表示大家都是兄弟 没这回事 这个老母也很事事物者 转身而畅母随发了道歉影片 王小菲是一个男人 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刚才阿姨呢 也给我来电话了 说她认错人了 好 那我们此事呢 就此啊 不再发生了 那兰姐道歉 好 那后面还有没有东西呢 肯定还有啊 肯定还有啊 怎么可能没东西啊 我告诉你们 我还有影片 我还有影片 会曝光这个影片